欢迎来到MOVING24H频道。请订阅频道,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今天我们想向您发送以下时事通讯。 热烈密钥再次延期,累计票房突破9亿,黄博与王一博领衔主演。 10月26日,备受期待的热血青春励志电影热烈宣布再次密钥延期,将延长上映至11月27日。 这部由大鹏指导,黄博、王一博领衔主演的电影,自2023年7月28日全国上映以来, 便凭借其独特的剧情设计和出色的演员,表现获得了广泛关注和热烈反响。 据最新消息,截至目前热烈的累计票房已经突破9.12亿, 这一数字无疑是对这部电影品质的最好证明。 这部电影讲述了一名街舞少年在面对生活的困境时,坚持不懈地追求自己的舞蹈梦想的故事。 黄博和王一博的出色表演,以及他们所塑造的角色形象,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 黄博作为中国电影界的实力派演员,其演技早已得到了广泛的认可。 他在热烈中饰演的角色陈硕,是一个身处生活困境却坚持舞蹈梦想的街舞少年。 黄博凭借其精湛的演技,将陈硕的内心世界展现得淋漓尽致,让观众深感共鸣。 而王一博作为新生代演员中的佼佼者,也在热烈中展现出了不俗的演技。 他所饰演的角色丁雷,与黄博饰演的陈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 丁雷是一个拥有优越背景的天才舞者,却在人生的道路上遭遇了挫折。 王一博通过细腻的表演,将丁雷的内心世界完美呈现出来,让观众感受到了他的挣扎与成长。 除了黄博和王一博之外热烈还聚集了一批实力派演员,如刘敏涛、岳云鹏等。 他们在电影中的精彩表现,也为这部电影增添了不少亮点。 值得一提的是热烈作为一部聚焦街舞的体育类型片,展现了许多高难度的街舞动作和场面。 导演大鹏通过精心设计和编排,将这些街舞元素巧妙地融入到电影中,为观众呈现了一场视觉盛宴。 热热烈作为一部热血青春励志电影,不仅在剧情设计上独特新颖,演员表现也十分出色。 此次密钥再次延期,无疑是对这部电影品质的再次肯定。 热烈能够在未来的上映中继续创造新的票房记录,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表现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、充满活力。再见。